大家好 我是阿慶 過年快到了 我們現在來做一道 非常應景年菜的料理 這道菜呢 它代表著團圓 就是我們的米糕 那米糕做法有很多種 那今天阿慶來教大家 怎麼製作古早味的麻油雞米糕 那之前有粉絲跟我說 他想學做麻油雞飯 其實他們做法大同小異 而且做法非常簡單 最重要是味道非常道地古早味 跟著阿慶的腳步 一起來製作這道料理吧 想要每天看到阿慶最新的料理影片嗎 學做料理前 訂閱阿慶師youtube頻道就可以囉 按下左上角訂閱 好來 那我們首先要先來做 蒸糯米飯的這個動作 大家都知道 炸煮米飯不好炸 因為比例很重要 我這裡的糯米是一斤 600克的糯米 買回來之後 清水洗兩次之後 我們用泡水給它泡20分鐘 那20分鐘泡完了之後呢 水分濾乾 我們現在準備這個 因為我今天要用的是這個大銅電鍋 所以我準備一個內鍋 這個內鍋 我們先加一大匙的麻油下來 來 青仔刷子 稍微刷一下 這動作很重要 因為等一下炸起來 你的糯米蒸好的時候 要離開這個鍋子 要倒出來好倒 然後再來第二呢 你蒸起來的糯米 會有這個麻油香很香 我們把這個煮米 泡好的糯米我們加下來 來這裡的水 我是加350cc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米酒 用這個米酒煮這個煮米飯 很香又好吃 好 那我的米酒的量是50cc 好 那現在現在吃下去 做這個蒸著米的動作 來 那現在外鍋的水 是這個洗米杯 我們加兩杯水下來 那這個兩杯的水的蒸煮時間 以我的經驗大概會落在半小時左右 來 那這個糯米飯在蒸的同時 我們就來備這個麻油雞飯的料 那首先我這裡的老薑呢 我們薑是幾塊的對不對 來 你就先像我剛剛這樣子 我是拿東西把它壓扁壓碎 壓碎之後 我們把它下去切 那拍碎好處是你在切的大小 它很好切 那我這裡的薑大概是100克 在放這個薑的時候 我們首先先不要下麻油 我們先用香油下去放 來 那我香油先下兩大匙下來 溫度到了之後 我把它轉中火 然後我們先來炒香 這個我們剛剛切好這個薑 炒到香 因為這個薑在炒的時候 我們要慢慢炒 那我們現在 先把我們今天買的這個防土雞腿 把它切成小塊狀 那我的薑腿 我有請這個攤販幫我去骨 所以它起來會像這樣子 之後 我們就直接這樣下去切了 大概給它切0.5公分的厚度 好 那雞肉切好之後 我們先放在旁邊 等一下 這雞肉要下去炒 薑我怎麼切了 有怎麼把它敲 那你會看到 它開始乾了 這時候我們火力轉小 剛剛我都是中火 現在轉小火 我們要來加麻油了 來 我這裡是加入三大匙的麻油 好 麻油下去之後 記得我們火後就轉小火了 不要大火 我跟薑稍微融合一下 大概40秒左右 會轉回中大火 剛剛切好的雞肉下來了 來 那我現在在炒雞肉的同時 我們把它炒 我們把香菇 這乾香菇 泡過水的乾香菇 我選用的這個乾香菇 我是去市場 或者是超市南北雜貨行 買小朵的乾香菇 泡開之後 一朵我們把它切成四條狀 那雞肉剛剛我們下去 是用中大火 這樣子炒 大概炒了差不多是一分鐘左右 我們把香菇放下來 香菇下來 火後都不變 我們繼續都是中大火 好 來 那我剛剛乾香菇 用中大火下去 我炒了大概是兩分鐘左右 那我現在先轉小火 因為我來做調味的動作了 來 最重要的靈魂就是我們的米酒 麻油雞飯 這個米酒開很重要 來我現在是加一個飯碗的米酒量下來 那一個飯碗的米酒量大概是200cc左右 那火稍微轉大一點 我們冰糖下的量是 這個大匙的量一半 半平匙 再來天然鮮味粉 是加兩大匙下來 再來我們做麻油類的料理 放鹽的量一定要剛好 不能太多也換扣 我這個是大匙的量 半匙 我會讓它的顏色 稍微漂亮一點 然後再來吃起來會比較甘 我會加醬油 那我的醬油是加一大匙下來 哇 超香 那現在所有的調料加下去了就對了 我們先轉小火 給它稍微煮一下 煮多久 煮一分鐘就好了 來 一分鐘喔 這樣小火煮一分差不多了 我們把這個枸杞 浸過水的枸杞 我們就直接加下來了 記得枸杞 枸杞一定要把它泡到軟 才可以加下去 不然你吃起來裡面會硬硬 好 關火 然後我會建議 我關好之後蓋鍋蓋 給它燜一下 燜多久 燜個十分鐘 我們炒好這個麻油雞料 在這邊燜十分鐘了 那旁邊的糯米飯 也已經蒸好了 來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煮米飯 蒸到怎樣 你看粒粒分明 有看到嗎 還不會這樣夾夾 很Q 有沒有看到 你看這樣拉起來知道嗎 再來要煮糯米飯的時候 會比較塗麻油 有沒有看到 沒丟鍋 有看到嗎 我們這個就放下來 這個麻油雞飯做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煮好的油飯 敲到我們的汁裡面 像這樣 慢慢敲 那我們在拌這個麻油雞米糕的時候 你要慢慢拌 慢慢的拌 盡量不要去把它那個米粒 把它吐到整個都拌 然後最主要要拌的原因 是要冷熱空氣 讓它交換 你這樣起來的油飯 才會Q 才會好吃 然後讓這個米粒去吸收 我們做好這個麻油雞 油飯 然後把米糕的這個醬汁 讓它起來更好吃 讓它起來更好吃 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米糕 我們把它入模 這樣撈起來 因為這樣餐桌上看起來 米糕會特別好吃 好 再來 我這邊 我有準備這個 栗子 因為我感覺很難配這個米糕很好吃 放在米糕的旁邊 來 那我們起鍋前 如果家裡有香菜 你可以加點香菜 如果沒有香菜 也可以像我這樣加點酸 好 這都很對味 來 古早味麻油雞米糕 已經完成囉 米糕 米糕呢 代表就是團圓 所以它在年菜中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吃米糕就等於團圓 大家團圓在一起吃這道美食 這樣子再拌就知道說 今天的米糕調料很成功 你看 有沒有那個軟硬度剛剛好 但煮米最怕 蒸沒熟或是米心沒透 完全不會 那今天我在做我沒有加任何一滴水 我是用米酒下去取代 可是我覺得最神奇的地方就在於 我剛這樣吃 真的那個酒味是很低 可是你吃得到那個酒香 它的酒香不會說讓你覺得會苦澀 難入咽 難入喉 完全不會 今天阿慶示範這道過年團圓飯料理 麻油雞米糕給大家 讓大家也可以在家裡過個好年 今天影片如果有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追蹤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